我们准备搞一个线下活动 需要买一些包子 今天上午1点 上完很快在Midland和Finch 找到了一家做包子外卖饭店的电话 一个女士接了电话 我问 请问你们包子做外卖吗 女士答 做 我问 我们准备买300到400个包子 可以吗 女士问 1块7毛9一个 你要吗 我听完吃了一惊 问 请问你怎么这么说话 是不是感觉我买不起 女士答 很多人想买的便宜点 我们不讨价还价 我说 我们还没有谈呢 你怎么知道我要讨价还价 你怎么这么和顾客说话 女士说 我很忙 拜拜 啪一下 撂了电话 两小时后 我又出事件 打了过去 这次是一个男士接的电话 我说 我想和老板说话 他说他姓吴 我把一点发生的事情和他说了一遍 他说 现在在疫情期间 人员难找 每个人心情都很烦躁 有些员工就这样说话 我说吴老板的处境 我可以理解 但员工的怒气都发到顾客身上 也不太厚道吧 但愿有缘 下次再见